为什么我们不能认为别人尊重呢 我就想赚更多的钱 我想站着把钱挣了 我不想永远归 出生名门之后 却要坚持自己闯荡娱乐圈 19岁就拿下北京 上海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经纪人一姐 王金花的儿子 青春派里的男主居然 他就是董子健 我叫居然 萨老师班 非议的陆宝生 我叫陆小璐 这娱乐圈里 家底雄和明星确实不少 但是像董子健这样 直接拥有娱乐圈 一手资源的明星 可是少之又少 董子健的父亲 董志华 是著名京剧武生 曾在朱星驰版功夫中 饰演武郎 八卦棍高手 母亲王金花 更不必多说 是一手捧红范冰冰 李冰冰 白百合 胡军 等众多明星的娱乐圈 金牌经纪人 作为家里的独子 多数人都认为 董子健的生活 应该是自由散漫典型的 公子哥的生活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董子健很小的时候 母亲王金华 便由于工作十分的繁忙 无法给予董子健 无微不至的照顾 只好把董子健 交给奶奶照顾 直到五六岁左右 董子健才重回父母身边 而此时的母亲王金花 已经在北京打拼出一番天敌 住进了小别墅 开办了经纪公司 一家人终于定居北京后 母亲王金花 为了弥补自己对 董子健的童年的缺失 每天是一把一把的 给董子健零花钱 每次出差回来 更是带变了各地的特产 好玩的 这中日的香色美食 九岁的董子健 很快长了六十公斤 董小胖的名号 也由此而来 除此之外 刚刚从小城市 来到北京的董子健 每天都被各种 眼花缭乱的奢侈品包围着 再加之 在私立学校读初中 里面的很多孩子家底 也都相当殷实 一股强烈的攀比念头 渐渐在董子健心里成长起来 时间一长 母亲王金花也意识到了 私立学校 可能将会将儿子董子健 变成一个混事魔头 于是 在董子健读高中时 特意把他转到了公立学校 但是公立学校的环境保守 严格 与私立学校强调开放 自由的基调完全不同 他把在私立学校的个性思维 带到公立学校 对老师的课堂提问 反复质疑 提出自己的见解 很快 这样的做法 就遭到了老师的不满 尤其是在董子健 答事卷时 都是采取的不走常规的路线时 老师对他实在无法容忍了 而董子健本人也感到很沮丧 因为他原本的一套逻辑 在这里一直在被人嘲笑 被人不断地推翻 所以 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像淹没在阴雨绵绵的天气中一般 但幸好 董子健的父母都十分赞成儿子的独立个性的思维 并不认为这是叛逆的举动 也是在准备去留学的前期 青春派的导演刘洁找到了他 问他有没有兴趣演演戏 董子健一心只是觉得 这演戏应该蛮好玩的 而且能够帮助自己去美国的成绩加工 这么一想 董子健是满口大雨 跟着刘洁进了走 这一眼不要紧 居然这一眼爆火了 19岁的董子健 不但夺下了北京 上海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 还提名了金马奖 最佳新人奖 按理说 这之后的演艺之路 也应该是越走越红火 但是董子健却在此时 却放弃了跨入演艺圈的最好时机 继续选择去美国留学 学习自己喜欢的政治经济学 可是留学一年的时间里 董子健发现自己对于表演 好像已经着了迷 于是放弃了美国的学业 重新回到国内参加高考 以高分进入到中央戏剧学院 成为了刘浩然的同窗 虽然早早拿下了影帝的称号 但董子健并没有过多的沾沾自喜 而是更加投入在表演之中 他读书看报 像极了那些年的知识分子 外表些许玩世不公 谷子里却是一个文艺青年 之后的作品 山河固人少年般 其表演确实比一般的青年演员扎实很多 而在面对董子健有如此成就时 有人说董子健天生就拿到了一副好牌 确实如此 回想一下董子健一路走来的经历 19岁称帝 23岁公布与孙怡的恋情 24岁喜得一女晋升当爹 家庭圆满 工作顺利 背景雄厚 可谓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但是上帝是公平的 你有一手好牌 却不好好利用的话 到头来同样是一场空 有人只看到了董子健的一夜爆火 却不知他在拍摄青春派时 半年就只见过两三次家人 只知道他背后有经纪人一姐王金花 却不知在董子健进入演艺圈后 王金花并未给过过多的支持 一切的成就 必将是努力的汗水和运气的折合 相信董子健会给我们带来 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